好 现在放暑假了 不过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 根本暑假就等于没有放一样 像是许多背负学贷的大学生 他们没有办法放暑假 因为暑假他们必须办公办读 才能够支应生活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 在昨天有公布了数据 指出学贷族中有超过七成 还得办公办读 看得出来青少年的经济压力 真的很沉重 台上盟2010年开始跟全家超商合作 推动逆风少年计划 要帮助减轻学债族的负担 以及帮助青年可以实践梦想